看着我每一个人 在我永恒的境界的状态下 那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跟爸爸在一起 跟整个世界分享 现在从爸爸那里拿 出去 感谢观看 我们都是爸爸的孩子 都是那些 融入在他的爱里面 我们是那些持续的融入在这个爸爸的爱里面的 在百万人之中只有几位有这个的 特权得到这种的爱 从这个自主灵魂那里 我们是谁呢 我们说是什么呢 我们该怎么说呢 我们是孩子 因为我们是爸爸第一和直接的这个制造出来的 第一代的 所以我们一直要持续的记得什么呢 我们要记得爸爸 没有爸爸就好像没有世界一样 爸爸是我们的世界 对我们来说 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们住在这个实体的世界 然后有这个经济区 以及这个非实体的世界 我们都体验过这三个世界 我们不单只是听 而且我们 我们同时也明白 现在我们必须成为这个经验的化身 当我们用心在爸爸的爱里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去体验这样一种甜蜜和可爱的生命生活 在这方面 爸爸说你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孩子 都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皇帝 所以你们都是无忧无虑的皇帝吗 还是有的时候 你有一点点的忧虑呢 为什么 是谁扛起我们的责任的 这个神扛起了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责任 如果你把这个责任 我们生命的这个责任 通过你的心思给了爸爸 那么有谁比神更高的吗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自己检查 我是否真的把我这个生命的这个职责 交给了爸爸 还是我只是将部分的职责交给他 然后是有时交有时没有交 是整个的交还是一部分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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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来说 玛雅是给我们考题的 考测验的那位 考验我们的那位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职责 交给他爸爸 那玛雅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 这里 点击 I felt that I must say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one.We are very very fortunate to receive this blessing from Baba that we are able to not only recognize God and we but I recognize my own self we recognize ourselves because if I discovered realized became aware of whom who am I then it's very very easy for me to be close to God to know God and most interesting aspect is that who can tell me that who am I when everyone is in body consciousness they can only talk about what the soul is but cannot say to me or to anyone that you are a soul and what is soul so there is so many descriptions about the soul the first chapter of very famous scripture that talks all about is soul it's a mortal 你必須親身的來告訴我們,因為他是那位永恆的,一個非實體的,他一直都是自尊的靈意識的,當他給我們知識的時候, 讓我意識到我是誰,給我們這個完全的介紹,靈魂是,所以我今天在聽今天的第三章的這個錄音,完全的純潔的介紹這個靈魂, 當在聽的時候,我有這樣好的這種的體驗,我知道靈魂,我那個拿起這個主權,我成為一個主人, 這個就是這個不朽的故事,這個自我主權的故事開始, 當我開始明白到我是那位,是主人,我是那位演員, 這個身體只是一個服裝,我拿起這個衣服來扮演我的角色, 關於靈魂有很多不同的這個概念,但是,連這些學者在經典裡面都說,這個我是跟這個靈魂是分開的, 所以是這個心思成為乾淨不乾淨,但是靈魂是分割的,所以無論你做什麼東西都不關系到,這個靈魂有各種不同的這種概念, 當爸爸解釋到,你會體驗到第一個有趣的體驗是,當你知道自己是一個生命的時候,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身體是有限的,但是靈魂是那個永恆的,它是非物質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靈魂是永恆的,但從來沒有… 這個…這個…把這個帶進我成為一個永恆的這種智傑,誰給你這種知識和信心,只有爸爸, 因為他是那一位,一直都是靈魂,一直都是非實體的, 所以明白這個有感覺的這個生命,我們知道這個身體不是因為這個身體是由五個元素所組成的, 不是你的手在工作,或者你的腦袋在想東西,你明白東西怎麼在應做,以及你的心思和心事怎麼樣的工作, 他們說,通過這些人檢查你有多聰明, 我們也有講關於心思,為什麼有些人快樂,有些人不快樂,他們畫了這麼多的去挖這些所謂的知識, 這處說,我們的知識叫做靈性的知識,不叫做科學, 是神給這個靈魂是什麼的知識,當我們知道心智和心思是我的,這是我的靈魂的這個能力,我應該用它們,我必須知道思想在我的心思裡面, 當你知道,當你知道你該哪一類的思想製造, 愛的思想,這個靈靜的思想,之前我並不知道這些,我那個想到心思就是去想東西, 所以無論心思有些什麼思想,那我就接受它,那有什麼感覺,這就是我的感覺, 所以現在我知道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感覺,我不用去聽它的,我不用接受它的,那是身體意識的,那是沒有自信心的, 如果你一直意識到你自己是誰的,你就會有自尊自信,因為你知道你該想什麼, 我不再在被像以前一樣被心思的這個思想所那個牽動,我知道我該有什麼的思想, 因為正是那些東西一直使到你的情緒和感覺一直在波動,當你開始意識到你自己的事的時候,你就開始變得穩定了, 但是,心思也是一樣,我們給心思這麼多的空間,現在我們知道,知識是很重要,心思很重要, 但同樣,靜默對心思也是很重要,以前我們一直在聽,在講, 現在我們也有這種的那個,讓我們的心思和心智靜下來,我現在還在學這個,也在練習這個, 一個是知道心智是什麼,另外一個是,我不單有持續的心智,而是有神性的, 然後用這個分辨,當你的心智成為純潔的時候,你的這個再去判斷做決定,這個完全的意思是, 無論我看什麼,我聽到什麼,我是誰,我,然後它都形成的,這個我的潛意識,它成為我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不斷製造我們的自我的意識, 就是,我是這個愛的,我是這個靈靜的,因為我要我的思想,我的聽,我的講,改變,然後讓我自由,以及充滿了愛和這個快樂。 所以我們說愛和這個靈靜,所以讓我們充滿了愛,這是完美的境界,讓我只體驗到愛而已。 所以認識自我,所以認識自我, 再來神的,神的認識,但是神使到我能夠明白這些東西。 神的認識自我,現在我們也能夠更多想,更多想,幻以潛意識。 神的認識自我,每個人都能夠更多想。 神的認識自我,我能夠更多想,幻以潛意識。 神的認識自我,我能夠更多想,幻以潛意識自我。 神的認識自我,我會把一些東西都丟在這個潛意識裡面。 所以你要想这样的生命 所以你就必须放什么东西 进入你的潜意识里面 你要宁静的话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体验宁静 所以你的这个潜意识里面 有些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越理解我是谁 在我的力量 我的这个能力方面 然后这个主圈就开始 我是这个身体的主人 我是独立的 哪怕我用在用这个身体 是身体依靠这个灵魂的 不是灵魂依靠这个身体 我是那位扮演这个角色 而不是这个身体 让我扮演这个角色 我们越想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 去听关于这个灵魂那一章 我们今天就会再做这个 他爸爸的原文是这么的美丽 以及很好的体验 不单之外 不单这样 我们以前做不到的 我的灵魂是还没有到那样的 一个程度 这是一个机会 让这个灵魂是变成很持续 很自然 因为我本来就是灵魂 对吗 在灵魂是当你做行为的时候 你制造的这种潜意识 去替代这个身体意识的制造的这个潜意识 对灵魂们都有很爱 不听不懂 没有听到吧 我需要财富 我需要感觉到 一直受到爸爸的保护 以及不朽的财富 所以每一个美德 当我再用在行为上面 把这些杂志去掉 那个纯洁是灵魂的主要的力量 纯洁带来爱 以及本来的我 这种自我主权的感觉 爱我自信 无论任何人做什么 讲什么 当我在自信自尊的状态 我在我永恒的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 所以我能够持续的 快乐临近和这个满 当我满的时候 我才能够给予和分享 当你满的时候 你想去分享 你要做这个好事对吗 所以我们的财富库 一直是满的 通过神的爱 爱所有的灵魂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个几个星期 拿这个机会 用这个机会 让你灵魂意识的境界 变成很自然的 当我们听到 所以回到这个 最原始的 在现在我能够做 这种内在的努力 而制造这种灵魂意识的境界 以及这种永恒的境界 以及这种自我主权的境界 opening the eye of recognition 打开认识的这个眼睛 我喜欢这种新的意识 但是它很滑 不容易地 从身体意识到灵魂意识 我认为我需要一些帮助 我应该忘掉我的身体吗 这是一个非常坚实的身体 不应该受到这方面的干扰 明白这个身体的 不过现在的这个身体 你能够认识父亲 你认识你自己 你认识这个会合时代 这个的珍贵 是在这个身体里面 你能够改变 你的意识 很高兴你 那个解释给我 因为我明白到 我必须很照顾好我的身体 因为它是很有价值的 我给灵魂这种建议 孩子们成为灵意识的 停止成为身体意识的 在现在这个时候 灵魂没有超越这个身体 以及这个物质世界 灵魂现在已经没有力量了 甜蜜的孩子们 让你的这个认识的眼睛 碰到父亲的眼睛 能够帮不信心 你 were one who gives you the realization that you are a soul who has equal rights to my inheritance 和这些人 变得 become soul conscious and let your eye of recognition see me know me and belong to me the supreme soul each soul has a right to the inheritance from the father the first inheritance is knowledge your second inheritance is powers and the third is divine virtues the knowledge powers and virtues are within the father they are also within you the child knowledge opens the third eye of the soul through which you have realization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yourself you experience yourself to be an elevated being and your original identity to be a soul I will you my powers for you to put them into a practical form you the soul are making the one who makes your body work who are you you are a special soul a master almighty authority by remaining aware of your being a master your subtle servers of the mind intellect and sanskaras will be under your control this is called the stage of a self sovereign I will explain to you about these subtle servers in your next lesson I think that this is enough for today I see now that when I am conscious soul conscious my eye of recognition my third eye is open and I use this eye to see differently it is like the invisible becoming visible I am beginning to know my true self and to know the supreme soul as he truly is so we'd like to invite Sister Rona to join us at this time hello om shanti om shanti Rona om shanti welcome so as you know this evening we'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this third eye that we have the gift that we have received from Baba and we wondered you know how do you know when the third eye of recognition is opened versus being closed and I know this is a little tricky question but you know maybe you could if you can answer that maybe you could give some examples of it well this this third eye of course the intellect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it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and sight or perception the what is your perspective on life and one way I clearly distinguish if there is that what that divine intellect working that par is that alchemist intellect is is open active unlocked unlocked as Baba said this morning in the Murali when there is clearly the experience of everything in the physical dimension is extra there is a deeper feeling inside of the the immortal timeless traveler the being who belongs to that home and to God doesn't really need anything from this world it's just here to experiment to play to interact but I don't really need anything so anytime when there is a feeling of need or some some obsessive repetitive thoughts or images clearly intellect is locked clearly that eye is not open and so to be able in every situation see the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the bigger perspective and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beyond Baba's perspective then I know the eye is open and it translates in feelings of contentment under provocation a deeper joy even though the scenes of the drama may be very provocative and especially towards Rona there may be all kinds of situations going on for Rona or for this body deeper inside there is the clarity that this is just a story being acted out a drama and what happens Rona when you realize that we begin the day and after Amrit Vele we listen to the Murli we're right there we're wide open we're seeing everything and turning the Murli and doing things and then we go out and about what happens and what do you actually do if you find that you've gone out of that space of being in the stage of soul consciousness how do you bring yourself back to it well there is for a long time now the ongoing practice to see the as if parallel worlds there is the physical dimension and there is the invisible dimension and to there is the constant training and thi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see both and little yukti's help to get back like traffic control or this habit every hour at least one minute create with and this little slogan how would Baba see or how is he from the whole to see Baba the young can take a city that I took on the computer little drawings in my notebook or on the wall that help me remember stay in that perspective of there is tangible 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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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ible and just a drawing of that that means the lines already helped me remember 如果你能够写一些东西,也会让你很高兴,在我的笔记本里,我一直在画画。 当我忙的时候,当我记得那个图片,在一秒钟里面,我就能够像某一段时间。 像某树一样。 只是这些质量,几个线。 这些软度也带给你一个旁观者。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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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成你自己是谁。 然后进步。 这就是那个做努力得到一个高的地位。 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变成高丧的。 我们一切都根据我们所做的行为。 在白天的时候,如果你持续跟这一位联系在一起。 当你在做事,当你在跟讲话的时候。 我们不用特别的去做这些也没有所谓的膜拜。 我们的练习是看每个人是一个灵魂。 然后去练习这个。 在这个世界,大家都围着你做你的工作,做你的生意。 但是保持这个思念的这个记录。 如果你给爸爸的介绍给任何新的人,他们会很快乐。 他们会有这种陶醉。 灵魂跟其他人分享会有尊重。 他们会对你尊重。 如果你任何人有这种打架,打架的这种习惯。 然后当你跟他讲话,带着很多的爱。 然后他也会成你的朋友。 所以呢,爱是需要的。 这个是一个工具。 通过他,你能够改变不好,变成最好更好的。 我们需要很具体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个角色。 我们正成为这个太阳王朝的一分子。 所以呢,灵魂是这个有这个感觉的。 所以,自主灵魂也是一样。 我们的瑜伽是跟那位有自觉的感觉的。 那么,这说到神是真理是这个有感觉的,以及这个愉快的。 所以,必须灵魂跟自主灵魂必须有这种的关系。 我们可以称到是瑜伽或者是关系。 而在通过这个,他跟我们分享东西。 在瑜伽里面有两个东西。 瑜伽就是这两个东西。 如果有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关系,一个是知识。 根据这两个,我们能够有瑜伽。 这是为什么爸爸告诉我们这个知识。 我们怎样能够准确地跟他有瑜伽。 是关系。 我们的社匙。 我们的社区都看到了。 嘿 જગ દમિં તેરી ગોદ મે સભ જગ કો પલ્તે દેખા માં કી મંતા ક્યા હોતીએ માં તુજુને હેખા માળ કાલાા માલાા મླાા માાલા ક્યાા ઊાળાા માં લાા માા માાા